大家好,我是宋仔 这两天呢,黑眼圈的问题比较火 我呢有一丢丢黑眼圈 但是我的黑眼圈呢,是学习和剪片累出来的 这有官方认证,地上老爷的官方认证 所以大家放心 好,接入正题 今天教大家一个调理用的外用调阻 叫道调调阻 哦,对,之前一直用Fluorant Carbon的线给大家做教学视频 那个线是无色透明的 所以看起来可能比较吃力 所以我就买了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尼龙线 这样做教学的话,大家看起来比较方便 道调调阻呢 就是牵坠在下,钩子在中间 很简单 首先呢 在线的底端,绑一个牵坠 可以用通信签 也可以用其他的 总之 在最下端 绑一个牵坠 这个通信签,我们用CENDAGO GIMNOTE 把它绑好 OK,这个六十分之一层 接下来呢,就是CENDAGO GIMNOTE之前有做个视频 接下来是一个新的升级,叫做TNOTE 是T型升级 也比较简单 两个绳子打一个环 很简单,对不对 这个环越大呢 打出来的T型叠,那个LOOP也就越大 两个绳子交叉 然后用你的手指勾住 勾住 然后呢 上面这两个 开始交叉 六圈 六圈交叉 六圈交叉完了呢 把下面这一根 提上来 让你的杨有助 扯两边的线 好 这样一个LOOP就出来了 这个是比较小的LOOP 上面呢可以再打一个LOOP 对不起吗 比较乱 上面可以再打一个LOOP 好,过来 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LOOP 比刚刚的LOOP 比较大一点 要四分之一寸 剪掉 然后上面可以 在这个LOOP的位置 这里就是空间这个 就是绑构子的位置 嗯,这构子也小 没乐趣 这个LOOP 这个LOOP如何绑构子呢 首先,先对折 对折好 从构子的上面这个洞 穿过去 然后呢 把整个构子 从这个洞 穿回来 一拉 OK 构子就绑好了 很简单 有没有 这样就是一个倒掉 这样就是一个倒掉 雕子 千锥到底 构子在中间 调 然后上面这个 接到主线上 这样一个倒掉 完整的倒掉 就组好了 主线 可拆 接紫线 整个倒掉 用一根紫线就可以完成 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简洁 这样 丢出去 千锥到底 钩子在中间 飘 这个倒掉掉的好处呢 就是比较灵敏 而且不太容易刮底 灵敏是因为 钩子 到子线的距离比较短 鱼只要一摇口 马上就能感受到鱼迅 你就可以迅速的 刺鱼 迅速的羊肝刺鱼 这样鱼不容易跑 反正特别灵敏 好 这就是今天 教大家的倒掉掉度 怎么样 学会了吗 记得点关注 我之后会推出更多的 关于钓鱼的教学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